神秘天象欲言勤使皇甲崩 暗示王莽因他穿越 更有丞相因此命丧皇权 萤霍守星到底有多厉害 它真的代表无可避免的灾祸吗 萤霍是只火星 又名赤星 伐星 由于火星盈盈似火 行踪捉摸不定 因此中国古代称它为萤霍 在古人的眼里 火星近于妖星 四天下人臣之过 主汉灾 积极 冰乱 死丧等等 二十八秀之中的新秀 新秀有三颗星 分别代表了皇帝和皇子 也就是皇室中最重要的成员 火星留守在新秀是罕见的天象 在中国的新瞻学上 被认为是最不祥的 火星来到了帝王身旁 代表着对帝王的威胁和灵犯 象征皇帝驾崩 腾向下台 宫廷内乱 或者太子争权 蛮夷侵犯 不祥的火星在新秀徘徊不去 则两星相互辉映 争红斗艳 这就叫萤霍守心 在现代物理学看来 这是因为地球和火星公转的时差导致的 只能算作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天象 但是古人认为一旦出现这种现象 便意味着将要发生重大灾难 天象又变人间必然发生变化 星象是实实在在的规律 所谓天人合一 不同星象的运行 预照着人间的各种大世界 天象是循环的 历史是重复的 相同相近的天象下 人间在以不同的面貌 重演着相同的主题 所以能从天象中看到未来的真机 汉承帝时期 曾出现过一次萤霍守心的天象 虽然萤霍守心是大凶之兆 但是也不是不能挽救 于是就有宁臣表示 陛下只需依惑给丞相 就能度过此灾 汉承帝一听 心里暗暗输了一口气 然而当时那个倒霉的丞相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翟芳靖 此人出身贫寒 宝读师术 又精通法律 是汉承帝的公公之臣 虽然汉承帝觉得他很可惜 但是这时候为了守住自己的江山地位 必须由丞相背过 于是他下了刀指引给宅芳靖 意思是说自己之所以让他做丞相 是希望宅芳靖能用自己的才能安邦定国 然而他却激怒了上仓 发出了萤霍守心的警告 这一定是他的罪过 于是将他赐死 风光大造 因灾意而害死大臣 即使在当时也是巨大的丑闻 在历史上也曾诱惑萤霍守心之事 但是很少有君主贵真的疑惑给大臣 中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三句话让火星一味 改变整个国家命运 提起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 人们往往都想起康熙或者乾隆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宋国国君宋锦公在位长达64年之间 比康熙皇帝还长了三年 不够却在公元前480年 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就是出现了罪凶天象萤霍守心 当时的宋锦公询问管兴相的紫围 寻找解决办法 紫围同样回答可以把灾火转移给丞相 然而宋锦公摇了摇头 说丞相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自己于心不忍 于是紫围再次建议 转家百姓头上也可转移 宋锦公依旧不为所动 坚定回答 当国君就是要善待百姓 如果真的把灾火转移到了百姓身上 要他这个国君又有何用处呢 紫围又戒着说 那只有把灾难转移成灾年了 锦公更是摇头 如果国君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命 而治百姓生命于不顾 倒不如以自身之名抵抗天命 听完这些话 紫围大为感动 认为宋锦公有这样的人心 一定可以感动上仓 果然不久之后 营火奇迹般地移动了三度 宋国没有发生任何灾难 锦公也相安无事 后来还成了中国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中国人自古就看中吉祥如意 办什么事都讲一个好兆头 而对于帝王更是如此 古代帝王讲的天人感应 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事件 往往直接跟王朝兴衰联系在一起 而我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临死前 解怜发生三件十分怪异的事件 邪气重重 至今科学都无法解释 其中一件就与营火手心有关 在秦始皇去世的前一年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极为凶险的天象 实际秦始皇本记的记载是 36年 营火手心 秦始皇得知之后 极忧心忡忡也不敢面对 几乎在同时 秦始皇突然掉下了一个巨大的陨石 上面写了始皇必身死而过分 本来突然砸下陨石就很倒霉 现在竟然公然进行诅咒 更像是有人刻意为之 秦始皇临终前三件怪事 最凶天象营火手心 真的能够断送帝王性命吗 营火手心的天象出现后 天将陨石暗示秦始皇命不久矣 而且好不容易统一的天下还要分裂 秦始皇对此类定震怒 认为这是乱民故意刻上去的 因此立即派玉石到陨石坠落地 竹门竹虎排查客资之人 结果一无所获 秦始皇一怒之下 下令将陨石周围村庄的人全部杀掉 而且进行焚毁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灾祸 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秦始皇最后一次寻邮的时候 路上遇到一位怪人 他拿着一块玉碧拦住使者说 帮我赠给昊池君 接着又说今年祖龙死 使者正要问他怎么回事 却发现怪人已经消失了 使者只得拿着玉碧去见秦始皇 把怪人的事汇报了一遍 秦始皇接过玉碧戏看后 补由荆出一身冷汗 这竟然是自己九年前 杜江时候遗失的玉碧 记得当时已经深入江底 为何如今又重新出现 这三件怪事的接连发生 全被记入史册 直到秦始皇去世仍是未解之谜 因此民间一直广为流传着 是营祸手心带来了一系列的灾祸 从而葬送了秦始皇与秦朝的未来 无独有偶 就连一直被视为穿越者的王莽 也与营祸手心有着 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有关王莽 史上存在很多争议 它的来历让世人存在疑惑 其中最让人关注的就是 王莽到底是不是穿越者 还有就是他到底是在出生时穿越的 还是在后来的某一时间穿越 王莽的家族是当时西汉最显赫的家族 他的家族中有九人封侯 五人担任大司马 整个家族穷奢己欲 唯有王莽千功待人 是王氏家族最受人认可之人 但是39岁后的王莽 无论性格 行为方式 还是情感 谋略 都与之前判若两人 也可以说后来的王莽 其实身体里装着的是另一个人的灵魂 所以说如果王莽真的是穿越着 那么他穿越的时间 应该是在他39岁之时 而那一年正是公元前七年 在这一年的二月 发生了营火手心事件 若此事被证实 或将让人颠覆认知 也因此可以迫切很多 陈锋已久的历史未解之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